所以小孩的这个荣誉感啊 还有团队精神等等也都是在其中 它也是一个小的社区 就是参加家长的非常热情的投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小孩 它这个所谓中国说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不过说到这里有差距啊 其实这也并不是说呢 中国小孩不喜欢这个参加 而是说也不是说中国家的家长呢 就是说不让小孩参加有意识 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呢 中国的小孩可能是由于父母的影响 父母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比较绵腿 所以打比如说踢足球 也不敢上去抢 也抢不上去 所以最后就觉得没意思 或者对局他们也不是那么强的兴趣 对没有那么强的兴趣 对那个所以呢 参加两次之后绝对没意思 也就不去了 对那叛逆期的问题呢 两位有没有遭遇过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 因为我小孩 我的两个小孩年龄很轻 两位的子女都很乖 那个江天可能有一点 这个我当时听说过时间久了 因为年龄比较老 但是听的事情多了一些了 邻居的小孩 美国这个如果说小孩 他确实很叛逆的话 就是学校呢 当然跟家长要不停的沟通 一起想办法 学校跟家里一块 对一块姐姐想办法 看看这个孩子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怎么去解决 会不断的双方携手起来 努力加强沟通 对小孩子加强这种说服 教育 如果最后还是没有效果的话 那这个甚至小孩子 走到一个极端 触犯法律的话 那就由刚才许女士问 这个社会这个 青少年那个管教中心啊 由他们接手 如果小孩没有触犯法律的话 青少年管教中心 也没有权利接手 好的 我们再来接听电话 黑龙江的张先生 您好 请讲 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 你好 我谈一下 现在中国的教育 首先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就业 这样的话 学生的负担 是很重的 而学校和家里 都为了追求的成绩 追求的成绩 这样的话 家长一方面是奖励 考好的奖励 考不好可能就要打 在学校也是这样 老师可能也为了 最单纯的追求成绩 另外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学校也追求市场 这个利益 这个金钱利益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 不全面 就有可能在 德智体美老子 这几方面造成啥呢 在德方面 可能是培养孩子自私 智的方面 有可能培养孩子 比较平庸 因为啥呢 学习好的 可能是治理能力 可能就差一些 在体育方面 可能都培养很多 都是一些小胖堆 在美的方面 在价值取向的错误 可能是很多的方面 都是金钱 金钱自上 在劳动方面呢 可能是 家长帮忙干活 给孩子培养的 比较懒惰 我就这些看法 也不全面 好的 谢谢黑龙张 张先生您的看法 稍后我也想请 两位来宾来评论 下一位是内蒙古的范先生 范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中国古代有一本 就是教育 儿童和千少年的书 叫做弟子归 他在小孩子七八岁 六七岁的时候 首先让他能够读诵 但不要求他能够理解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然后再详细地 给他解释给钱 这本书里面详细地 介绍了 就是千少年儿童 应该就是 楚氏待人接物 起居饮食等等 各方面的礼仪和规范 他这本书 在一开头就讲是 弟子归圣人性 守孝体 刺警性 犯爱中而亲人 有余力哲学文 他首先开始的是注重 就是自己和家人的关系 自己和朋友的关系 非常谢谢 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 范先生 不好意思得打断你 我们节目讨论时间有限 还有一位听众是 江苏的观众张先生 张先生请说 你好 我认为这个孩子 你不打他不骂 他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犯一些错误 就是说他总觉得 就是反正你又不打我 我就犯就是了 反正就是说这个孩子嘛 就是说你得让他 就是说见着这个家长 有害怕的心理才行 就是说你看就是 刚才提到这个 涅反的这个心理 你比如说就是说 他提出的要求 你如果打不到的话 他就会去就是说 做出一些非常 极端的一些措施 你想说离家出走啊 自杀什么 这是很可能的 就是你如果打他骂他 那就不一样了 你打他骂他 他就心想 如果就是说 家长把我找到的话 他肯定要打我 他就有一种害怕的心理 他就不会做出 这样极端的这种 非常谢谢江苏的电视观众 张先生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张天跟宁兴哥 以大约30秒来 给我们做个总结 好吗 宁兴你先 好我就想 刚才那好几位听众都提到 就是说 这跟中国的这个 就是中国这个教育的特点 跟中国这个大的环境 比如说他这个 生存竞争的压力 还有学校的压力 那么等等 都造成孩子之间 容易产生一种 非常强烈的竞争精神 因为他就是非得 比如说学校排名 那么老师也得 给小孩排名 小孩就得用一种 非常强烈的竞争精神 去应付他这个课业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环境不改变的话 实际上是很难要求 家长说 你去发挥孩子的创造性 如果你高考看了 就是成绩 那学校也就 也就是看成绩了 学生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从大的环境改变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在中国还是 张天最后给我们讲两句 那么我想谈谈 就是说这个 德制体全面发展 这个德 就像跟宁兴说的 这个有关系 在这个中国的教育里面 很强调德 但是呢 实际留意形式 比方说高考的时候 有你被评论 上好学生的话 在你的总分里面 给你加几分 结果呢 家长就给老师送礼 给校长送礼 送礼之后呢 你给我孩子 就成一个上好学生 他就可以多十分 高考课 或者多几分 是吧 这是很大的缺陷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张天和宁兴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能够邀请两位 分享你们的经验